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又不是雅洛赫 對我又不是 叫我是畢卡索好不好 我們是一個藝術家來這邊賺錢啦 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什麼呢 新的開始代表 代表馬上就要成為有名畫家啦 來 點一下我們這個畫布 用這個圖一下畫布吧 作為一名藝術家 第一幅畫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代表我整個人勝利第一幅畫 那麼第一幅畫當然是要畫一個字畫像對不對 看一下我們長怎樣 綠綠的好 那我就畫一個綠綠的圓形 還戴了頂帽子是不是 好好好 很棒很棒 我們就要幫自己加上眼睛跟鼻子 現在看不到齁 現在好像沒有人看到 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深美觀幫他加一下好了 首先是眼白的部分啊 然後我覺得藝術這種東西就是不應該 限於就是這麼具體的描寫 就是我們需要給他加一點色彩上去 所以讓整個畫作變得更豐富 所以現在要幫他加工一下 比如說上面這個帽子啊 就看起來很像一個女巫是不是 女巫 現在來幫他加一個像女巫的感覺 啊這樣子蠻不錯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要幫自己加衣服啊 那麼衣服的話呢 所以我現在就用一個紅色的漂亮衣服 來代表我們的身體啊 這個紅色也代表我們對創作的熱情如火 就是 而我們這個橘色雙手就是 我們用來表現我們自己藝術情感的一雙 呃那個 向著藝術宣洩的一個渠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手畫得靈活一點 我總覺得就是缺一點什麼 然後我剛剛想一下我懂了 我完全懂 結果我們缺一顆就對藝術熱愛的心 所以我們這邊要幫他畫一顆心 然後這邊也要 因為我們對藝術非常有愛 啊就這樣子好了 來我們第一花 等一下怎麼跟我們長得不一樣 呃這個叫沙灘 哈囉這位兄弟要不要來買一下花 哇天啊我覺得我每一個神器都在為此而感到興奮 他出價254 再貴一點 257 273 好啊買買買買買買買 啊就是有這樣這麼賞識藝術的人才可以獲得這樣畫 新款史上狗狗鞋經驗日發布 啊狗狗鞋是不是狗狗鞋 好啊就既然大家那麼關注這個話題嘛 就是那我一定也要就來 蹭一下熱度好不好 來來來我們就幫他畫一隻狗狗鞋啊 這邊這是呃貴賓犬好不好 啊沒有這邊這是奇娃娃 幫他加一個狗狗一樣的款式 然後狗狗有腳 所以幫他加一個腳上去 他怎麼看起來那麼像螞蟻 嗯那麼畢竟就是超現實主義 就有一點風格在 所以我幫他加一個觸腳 就代表狗狗靈敏 然後這邊可以加觸腳 就代表狗狗鼻子就是有那麼厲害啊 可以隨時隨地可以聞到他主人腳臭 然後幫他耳朵上一下色 然後畢竟鞋子嘛就是有一雙的嘛 所以我們再幫他加一隻 那麼那種狗狗鞋呢就是 就同一雙拖鞋就應該要兩個款式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給他畫一個呃黃金獵犬好了好不好 黃金獵犬 然後就應該金色的 然後鞋子部分我覺得要用一個顏色統一 就變棕色鞋底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用棕色的鞋底來進行一個呃 配對喔 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需要一些腳來配搭 然後這邊我覺得是做一個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 我這邊要給他加一點特別的東西 比如說翅膀 就是代表狗狗其實他死後並不是僅僅成為你的鞋子而已 他還成為天國上最美的一顆星 就是他是天上小天使 所以我今天要幫他加一些翅膀啊 來這是最新款式的狗狗款 然後我們這邊幫他加一點天堂的感覺 就是因為這狗狗會變成狗狗鞋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他們死後上了天堂 然後想要繼續服務人類 然後就變成這個樣子啦 來我們再來幫他加一點塗料啊 啊這樣子這樣子不錯不錯 來那麼這邊有加名字叫 欸阿伯阿伯來看一下來看一下 這是新作 欸那個賣麵包的賣麵包的 過來看一下我們新作啊 哈囉 太讚了 多一點吧多一點吧 258 282 300可以嗎 300 292 300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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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也是麥塊起家嘛 所以我們可以畫一點麥塊有關的作品是不是 比如說一隻苦力怕啦 我們需要一點超現實的感覺 所以這邊應該我們可以用一個原型來代替苦力怕的組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腳 然後這邊他的臉嘛 就 可以 去混入一點 因為他總是一直爆炸的 啊有這個樣子蠻不錯啊 這個樣子蠻不錯 然後我們就要幫苦力怕加上他的顏色 嘖 來這樣子更像一個苦力怕 啊那麼呢 啊這個苦力怕呢 就 就你們知道吧 苦力怕他沒有手對吧 那麼 那我覺得呢 苦力怕這麼可愛的生活 就一定要加一些手 就是這樣子他才可以幫我們 打 打手槍 嗯 好啦來我幫他加一些手好了 我覺得他手槍可以拿一點東西啊 就比如說 就 這樣子吧 然後太陽也感覺到非常的恩惠 所以幫他閉上了眼睛 然後太陽也感覺到非常的恩惠 所以幫他閉上了眼睛 他出來啦 嘖 做得很有技巧 695 700 800 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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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賣天啊 嘖 這是會懂得欣賞藝術的人 喔 有人關注了我的活動 然後我想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 阿北就那麼 那麼 關注我們作品 就我們應該給他一點粉絲服務 給他一點回饋啊對不對 好 所以那個阿北就有一個很大的鼻子啊 然後有眼鏡 然後就是 他眼鏡這樣子的 讚 這是我們阿北的畫像啊 但這樣子好像缺少一點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要 比如說這個阿北就是每次都幾千幾千給 就是幾百塊幾百塊錢 他肯定很有錢 所以幫他加一點鈔票在旁邊 雖然他給那麼多錢啊 但他穿著很樸素的 所以我們幫他加一點 就是 就是 虛胖的感覺 就是 這個虛胖就是代表他 其實看起來很久前 實際上就是 他生活很樸素 他就 那些 那些光鮮亮 就是光鮮亮麗的肥胖 就是他 他外表而已 他實際上是非常喜歡藝術 所以我幫他加一點七彩的紅 紅色以及綠色 然後 藍色紫色可以加一點 因為就是代表藝術的熱情 我想 想必這位阿伯呢 他在年紀時肯定是一個 那個 軍校軍官吧 所以我現在幫他 重回他的青春 就會幫他畫一點帽子 天哪 這個阿伯就是太 栩栩如生了 我的天哪 那這個 這幅畫的名稱叫做 I buff you bitch 就是我喜歡沙灘的意思 阿伯來了阿伯來了 粉絲是太噁心 你走開這幅畫 就不會給你的喔 走開喔 阿伯阿伯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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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幅畫怎麼樣 是不是很像你 這顏色選的太瘋狂了吧 嘖嘖嘖 啊 嘖嘖 嘖嘖 欸不是欸 不是欸 不是嗎 你不喜歡嗎 就現在大家不喜歡粉紅色是不是 嘖 真是 唉 沒關係 就是現在老人家喜歡什麼 就是喜歡黑色是不是 我會選黑色給他 喔 喔 這幅畫真符了我 我太喜歡了 554 多一點吧 469 你認真的嗎 390 不要不要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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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喔 我們不歡迎這種人阿 就是這一麥塊嘛 它不是新出一個新的生物叫青蛙嗎 那我們畫一下青蛙 阿來 再幫他身體上一下顏色阿 阿來 就是我們現在走的是那個 色塊流對不對 色塊流 就是我們 上面雖然是像 但下面我就會做一個比較突出的風格阿 那麼這邊我們就會自由發揮啦 比如說這邊呢 所以我覺得可以像這樣子畫啦 好我們的 喔 真正的藝術不在於技巧 我喜歡這個作品 賣賣賣賣600多 它比剛剛那個 87就是出價多很多好不好 讚啦 讚啦 我又賺了一筆 然後就是青蛙嘛 它就 就是你們知道嗎 青蛙是一種 就是把小朋友生下來 就會把它丟到旁邊不管的生物喔 就是麥塊裡面那些磕豆阿 所以就是 它現在覺得很難過 除了 就是除了那個 它對展露自己的胸肌感害兆以外呢 它還想念自己的孩子 因為它孩子就是自從被他太太生下來之後呢 就已經被他丟到不知道哪條河裡面了 然後我們這邊呢就要 就要為表他的思念啦 把那條河畫出來 然後裡面是他的孩子 但那個背景是黑色的 所以我們現在 要需要一點 就有點反 反差的感覺對不對 就既然被你黑色了 就裡面畫黑色 我覺得有點太透明了 就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現在要換一點 用白色來做過渡 就是 這也是磕豆阿 你們不要誤會 這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青蛙縣是妻子嘛 就是 那個妻子離他而去啦 就是我們 就是要幫他加一個 朦朧的青蛙背景 就是代表那個 他離去的妻子阿 好我們只可以走回一開始的 色快流對不對 我們可以走回一開始的 色快流 然後我們就 幫這隻母青蛙 畫上他的身體阿 這裡是他的眼睛 以及他的身體 然後這邊是 呃 他的屁股 然後這邊是他的手 還有他的腳 還有他的腳 哈 然後 這失憶的青蛙先生阿 我們需要講好 講好這個故事後續嘛 就是 其實這邊呢 有一條 就河邊呢有一個 河葉 然後河葉呢可以通往那個 樹林那邊喔 然後這個是河葉哈 就我們現在要領著那個 然後 然後感到失憶的青蛙先生 他心痛欲絕阿 就是 他踩在一塊 這片河葉上 然後跳河至今的 然後我們這邊需要加一些 血氣 就是來代表那個 就是那個 青蛙先生的死 就是 這幅畫就是代表這麼一個慘劇阿 你們知道嗎 來 呃 然後這幅畫就這樣喔 然後這幅畫就這樣喔 結構結構 哈 哈 這是 又是美好的一天 啊 來來來這位先生 你看一下我們的最新作阿 哇賽 創新的風格 這太有眼光了 兩千 一千兩百 可以可以 賣賣賣賣賣賣 等一下 這什麼 大事件 老人無緣無故對雲朵大吼大叫 這又是我們新的 創作靈感了 天啊 就是 雲朵就是天空嘛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要畫一個天空出來 然後再加上一些雲朵阿 啊 雲朵就要具體一點 因為 雲朵是這次的主角阿 好的 那麼 就我們可以再加一個地面 在這裡 就說到 天空跟雲朵 就 必定少不了那個草地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加個草地 然後可以用這個 筆刷來製造一些陰影的感覺 然後 老人就是 白髮蒼蒼的老人 他 我就畫一個老人在這裡 欸等一下我說筆刷 啊這邊就一個 啊不對 老人的話可以禿頭對不對 就 這邊就一個禿頭老人在這裡 然後他衣服 穿得破爛 呃 就這樣子好了 他穿破爛 所以這中間 他只有手臂那邊有衣服 就是中間這裡沒有衣服 對 這露出他性感的背骨 啊 那麼老人的話 這樣子比較有老人的感覺吧 覺得有點地中海 然後 他仰望了天空 因為他對了雲朵大喊 那現在呢 我就要想一下 為什麼他會對雲朵大喊呢 是因為 那個雲朵長得像他死去的 父親嗎 那我們就要雲朵上 幫他加上一些色彩 就代表他以前的父親喔 就比如說啊 這邊就有點像一個 男人的鬍子對不對 就是 我們可以在這邊幫他加一隻眼睛 啊有有有 這很像他的父親對不對 然後就 有點 就畢竟這超現實主義 所以我們可以讓這個 顏色看起來更生動一點 好不好 然後就 呃 然後那個 天上的父親呢 在看著他 然後在領事著他 天上父親也沒有忘懷 就是他的兒子 他現在在這個世道上活得多麼的辛苦 然後呢 這老人一直對著一件想不痛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他的父親死去了呢 就是因為 就是 他其實啊 他父親他殺的 然後殺人兇手的 然後這個老人呢 他也看到這個那個殺人兇手 其實就在這個 不是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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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就是自己把刀子 對不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割了他父親的頭 然後就這樣把血滴了下來 像月經一樣 然後這邊可以畫個猛男 你代表你代表他對殺人兇手的恐懼 就是他對殺人兇手的恐懼 以及呢 就是天空 就是 畢竟整個畫面還是很單調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要再加一點就是 為什麼這個老人只能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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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就加上一些公務人員來代表那個社會黑暗 然後就用一些紅色眼鏡來代表強烈 他們每個人的表情都非常的猙獰 也在暗示了這個社會對於受害者的嘲笑 以及親事 啊 最近這幅哀傷的畫 來 這幅畫面叫 非常的藝術 欸他看都不看欸 欸他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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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色弱死灰插屏 走開喔 這是你在那邊惱急的圈繞過來跟我講一句話什麼問題啊 這是 欸等一下這又有新事件了 社會媒體的親戚取代了父母的教育 社會媒體說NO 什麼意思 喔 這位畫家看上去知道自己的長處在哪裡 果然這個老人才懂才會懂老人哀傷啊 就 就我猜測了啦 就是他看到這幅畫就覺得這個 這幅畫跟他當年的長跡一模一樣 就是 這裏面的老人就是這位steve啦 來 點一下 喔 1200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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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喔 即將有重要人來訪 天啊 那我們 一定要畫得更好一點對不對 那麼 作為 那麼作為 這樣 那麼作為這張圖的結尾啊 我們就來畫一些 更特別的東西好不好 就是 我覺得 就是每個畫家都已經畫過 那樣子的東西 就是 社圖 那麼 我們要用誰來當主角呢 就這樣子 你們還記得我一開始畫那個狗狗鞋嗎 他雖然賣的不多啊 但我覺得就是 一順要回去他的初衷 就既然我們開始創作那個狗狗鞋的話呢 我現在要把那個狗狗鞋 呃 重新創作一次 就是現在看我幾千幾千的賺 就是那個 賺錢就不一樣啊 那我們就畫一點 狗狗吧 就我問大家一聲啊 就是大家喜歡狗狗嗎 我自己是很喜歡啊 我覺得他們很可愛好不好 那為了表達狗狗這種可愛的 我們就要 我要繼續用我們的超限師主要來表達 就是 比如說呢 就是狗狗的身體 就是 可以換成別的樣子 比如說就是 這樣子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這邊 要用一些可愛的顏色 然後 呃 就是我覺得身體這種東西呢 就應該要一個 就是狗狗屁滾翹嘛 所以這邊也可以畫一個翹一點的屁股 然後 呃 就是大家有遛過狗嗎 就是 大家知道嗎 遛狗是會帶項圈嘛 所以我 現在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要幫他幫 幫他把那個項圈 加上去喔 但 但 因為啊 我們這是超限師主意的畫家 就是 我們不可以畫那麼具體 所以真的有人在牽狗 所以我們呢 要畫 你們還記得我們 就說我們呢 現在就要想別的東西了 就是你們還記得呢 我一開始的主意就是 狗狗鞋嗎 對 所以現在呢 主宰隻狗狗呢 是一雙鞋子 就是 牠叫阿血 今年是18歲啊 牠養了一隻狗狗 然後牠很喜歡這隻狗狗 然後幫牠加一點開心的表情 呃 然後遛狗的話 就是 要有手腳可以遛狗 所以現在可以幫牠加一些 身體部件啊 牠是一隻會行走的鞋子 就是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會行走的鞋子 但實際上它有別的意義 就是代表就是 這 這雙鞋子 就 這隻長腳的鞋子 其實也暗示 就是鞋子平常被人類 穿在腳上踩來踩去 就覺得非常不滿 所以他現在要靠著自己的腿來走路 然後把 然後把人類 動物搶走 然後靠著自己的雙腿 把人類踩在底下 那我們就幫牠 牽好這個繩子 然後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場景啊 就如果再加上一些 夜色朦朧就更好了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可以再更鮮豔一點 就我們可以用粉紅色 就是 這種普通的橘色啊 藍色來表的天空 黑色之類的都已經太過時了 我們應該幫牠加一點粉紅泡泡對不對 然後表面上看起來是六狗啊 但實際上呢 這鞋子它其實是警察 像這樣子幫牠畫一頂帽子 它其實是鞋子醒茶 然後這個罪犯它犯什麼罪呢 就是它 就是它吸了很多大麻 所以我現在就幫牠 畫一點這個 大麻在旁邊 就是這個作品就會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去碰毒品 不然就會被警察抓走啊 來 來看一下我們的成果如何啊 就是有那個大人物來看 喔有有有 牠看起來很像乞丐 牠吸血鬼是不是 點點點 原來如此 什麼意思 牠離開了 喔 看一下哈 看一下牠對這張畫的評價如何哈 當我走一幅畫作的時候 我感覺到我找到心中所想 一番細細脾胃後 我感受到的是欣喜若狂 嗯 看來這個 看來這位 呃 畫家就是 看來這位 呃 記者有點 嗯 牠蠻喜歡狗狗對不對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先玩到這裡啦 覺得我 這藝術家也是需要靈感對不對 那呢 呃大家喜歡這世界喜歡我的畫作的話 可以跟我說一聲去 我可以給你們畫一些圖 可是你們要付錢 大概三千美金這樣子 就畢竟我是一個身價很高的藝術家 就是你們不要以為 三塊錢可以買到我的畫作 好不好 那呢 大家喜歡的話可以留言在這邊說一聲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拜拜